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唐代的显庆四年 就是公元659年 那么我们要求大家记作的呢 它就是唐代的有代表性的综合本草就够了 关于这本书的作者呢 在古代的文献上呢 有不同的提法 因为这本书的参加有23个人 在编撰的过程当中 23个人 那么最初领衔来主编的呢 就是一个皇亲国戚 掌身无忌 因为他当时叫英国公 所以这个行修本草呢 曾经又叫英公本草 叫英公本草 那是因为最早由这个掌身无忌来领衔主编 那么后来因为这个掌身无忌 因为蒙反的问题 那么后来又由这个李吉 李吉在来主编 那么李吉呢 就是在一些历史小说里面的这个徐世纪 因为这个唐代的开国的时候呢 他是有功之成 所以皇帝封他 给皇帝一个姓 那就姓李 那么就应该叫李世纪 因为李世民 皇帝有识字 不允许他再用识 所以他就成了李吉 徐世纪就变成了李吉 那么这两个人呢 那么都是高官 都是这个领衔的人 实际上是没有参与真正的这个编撰 因为他不懂医药 那么真正是这个编撰这个行修本草负责的呢 是这个苏敬 苏敬 所以我们从这个中二界的人呢 一般把着者呢 就是肯定的是苏敬 并没有提掌身无忌或者李吉 就是这个原因 那由于这个在后来呢 这个宋代有一个皇帝的父亲叫赵敬 不能用敬 所以曾经有 历史上有的地方把他叫 着者叫书公 公者敬也 就公公敬敬 两个字是同意的 所以我们今后见到这个着者书公的 也就是书敬 那么他都是这个行修本草的这个着者 那么这本书呢 收者的药物呢 按照他的这个着者的自己的说法 他在本草经集注的基础上增加了114味药 那么本草经集注是730 那么730或114简单的相加呢 就是844 844 所以很多地方呢 我们就见到了这个 行修本草的再药数是844 由于有一些药物的分条 比如说古代的竹 山海嫩上的竹 后来分成仓竹白竹 所有分成了池少白少 那么有的人统计呢 就应该851种 那么近年呢 这个上智君先生在这个 几乎这个行修本草的时候 他统计呢 是853 853 所以这些呢 都应该是正确的 正确的 如果说在这个考试当中 出现了这几个数字 应该都对 都对 像这样的内容呢 那么如果是老师就不应该 出这类的题来填空了 填空 究竟填什么数字 而且没有考试的价值 像这一类 你记住了它是8444 851 853 没有实用性 不值得考 所以说一下 它关于这个要素 为啥是不同 就是因为分条的原因 所引起的 这些说法都可以 那么关于这本书的 学术价值呢 有两点 那么第一点呢 就是在这教科书上 隋唐时期的第二端的 第三行的第一句话 成为我国历史上 第一部观修本草 这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部 观修本草 就是代表国家水平 由国家出面 那么这个新修本草呢 最初是由皇帝下诏书 当时叫全国国地 当时这个全国就分了很多道 比现在的省还要大西 什么河东道 就包括现在的山西的一带 什么河南道 这个像四川就叫建南道 那么建南道呢 就包括四川 云南 贵州 现在的重庆 甚至陕西 甘肃 南边的一部分地区 都叫建南道 那么国地 这个道 还在州 当时的这个行政划分 把当地产的药 采上这个食物标本 然后绘上图 送到这个京城里面去 最后呢 由这个苏静等二十多人 最后把它编撰出来 成为一个这个行修本草 所以它是一个国家的一个行为 全国都参与 最后形成的 所以呢 这个在历史上是第一次 所以把它叫做官修本草 也叫做唐本草 所以行修本草 在有的地方 也叫唐本草 唐王草 所编修的 在有的重要教材 或者有的重要专注上呢 对这个问题呢 提的是世界上的第一部要点 第一部要点 我们在这个教科书上呢 回避了这个问题 应该说这两种说法 应该并成 都不错 但是呢 成为第一部官修本草呢 更准确 不会有争议 因为它是代表国家水平 由皇帝下诏书来 这个是名副其实的官修 历史的第一次 如果把它称为第一部的要点 应该说有一点问题 在学术上会有一定的真呢 那么什么叫要点 要点有两个本质的俗性 本质的俗性 两点 第一点呢 它是由国家边修 代表国家当时的最高的要学水平 这是它的第一个特征 或者第一个本质俗性 那么新修本草呢 完全符合这一个特征 具有这一个俗性 它是由国家出面 代表了当时国家的最高水平 而且这个新修本草编出来以后呢 就作为一个教科书 作为这个公平教育 笔读的 甚至于日本 当时的朝鲜的 都要把这个作为这个笔修阔 尤其是日本 所以它有很大的影响 这一点是符合的 第二个要点的本质特征 或者它的俗性 就是对药品进行质量标准的规定 进行质量标准的规定 而且具有法律的约束力 它规定的质量标准 具有法律的约束力 那么新修本草 在这个第二一点上来说 可能就不完全吻合 因为中国的社会 古代是一个封建社会 根本没有什么明确的这种法治 皇帝的话那就是法律 那么我们现在才在 搞这个法治建设 推进这个民主政治的进程 所以都还不完善 那么在当时呢 要要求这个 行修本草具有法律的约束力 不现实 如果从这一点呢 从历史来看 不要求 那么它也可以成为一个要点 如果要要求 用这一条来衡量 那么它就不具有这样的属性 所以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争论 那么所以在编这个教材的时候呢 就把它改到 这就是改的这个意图 改的这个意图 那么这就有一个问题 在现行的教科书上 有的书上说是第一部 都不应该哪一个算错误的 所以这个要点 这个第二个属性呢 那么我们现在 也就是最近几十年 那么才这个中华人民 各国的要点 慢慢的才具有这样的一些特征 具有发露的月束力 主要规定药品的质量标准 但是到目前为止呢 就说这个都还没有完全达到 都是我们一个努力的方向 因为这个中药材的质量标准 建立这个是一个系统工程 工作量很大 要求很高 真正我们现在的中药里面 质量标准比较完善的 在我们要点 收在的药物品种里面 不是很多的 当然一板比一板多 我们在完善这个质量标准方面 最近几年呢 抓得很紧 做了很多工作 也做了很大的投入 但是在这个要点的这个体力上呢 也是有一定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要点一部 收在中药的部分 把这个性味归精 有毒无毒 它的功能组织 这个用法用量 使用注意都写在要点的证文里面 很多人就把这部分内容 作为药品的标准 这部分能不能作为标准 这部分不能作为标准 比如说你这个麻黄 写个心 这个心为苦温 龟肺膀胱筋 它的功能是 罚汗截表 悬肺平准 力量消总 用量 3到6克 3到6克 那么如果说 有一本书 或者把麻黄的位 就写辛苦 少掉了一个为字 那就违犯了标准 那就不符合标准 那首先这个标准 它本身标不标准 标不标准 那么麻黄现在写的是 宣费平准 我觉得如果写它 平准止咳 那么平准止咳 就不标准 就不对 这个会带来 很多的负面问题 尤其是它的用量 用量3到6克 用7克 为美为规 用8克为美为规 现在这个医疗纠纷 一渐增多 有的就把要点 对中药剂量的规定 作为医疗纠纷 打官司的一个依据 你要点都说用6克 你用8克 所以我吃了你的药 有不良反应 你要给我赔赏 就出现了这样的例子 有一个医生 支母开了15克的支母 要点是6到4克 就以这个最后赔赏了 1万块人民币 打官司 所以为这个事情呢 我向要点委员会 多次反应 这个应该采取世界的 要点的惯例 要点的证文 只收在质量标准 至于这个药 有什么功效 中药有什么性能 该怎么样 用 另外编一本 临床用药须知 临床用药须知 就不是国家的法典 就是指导你用药的参考 那么就避免了很多 这种纠纷 据说下一版要点 会考虑这个问题 所以当然这是 谈到了这个要点 这个有法罗的 约束力的问题 那么真正的约束 的是标准部分 那么我们现在的 那个关于这个 性能功能组织部分 它未必是标准 这个也是供大家今后 使用要点之后 注意的一个问题 这是它的第一个价值 那么第二个价值呢 就是我们书上讲的 图文对照的先例 开创了图文对照的先例 就是这一段的 第五行的后边 这种图文对照的方法 图文对照的方法 开创了世界要学的先例 这个行修本草 在编的时候 那么全国国地送了 很多这个绘的药图 包括的植物或者动物的图 和它药材的图 最后到了京城里面 专门于这个找这个绘画技巧 很好的人 每一位要都画了图 按照这个行修本草 孔子曰的序 单亲医患 必树 必树无之形容 就是说是彩色的 而且色彩很宣艳 很艳丽 单亲医患 必树无之形容 最具毙了 这个药物的 这个形态特征 而且就是画得很好 就是 这个技巧很高 这个有 这个整个药图 是二十五卷 二十五卷 那么对这个图呢 又有文字说明 就叫做图经 图经是对图的文字说明 有七卷 整个行修本草的证文 是二十卷 母路是两卷 那么图和图经的量 远远超过了证文 那么这个 对于本草学 绘图有什么好处 因为 在中药里面 这个药材的真味 神龙本草经就提出来 一直是困扰中药的 一个难题 因为这个中药 在全国国地 有混乱的情况 有混乱的情况 那么为了澄清这个混乱的品种 前人呢 想了很多的方法 如果单靠文字说明 在古代很不现实 一个古代写在组件上 写在丝绸上 这个容量有限 不可能 很细致的描述 就是允许细致的描述 也很困难 比如我们在座的同学 在中学里面 你们老师就经常叫你们写 说明文 那说明文 如果我要叫你 说明一个 一种蔬菜 比如说 说明菠菜 白菜 你用文字 单纯给我描写出来 你不写它是什么名称 让另外的人一看 很难 你写的文章一看 知道它是白菜 或者菠菜 但是如果旁边有一幅彩图 可能用很少的文字 一看 这个是我们当地的圣母 这个对于解决中药的品种混乱 应该是一个事半功倍的 一个切剑 非常好 那么这种方法 那么行修本场最先普遍的采用 所以这个对于中药学以后的发展 所以以后很多书都有图 那么就这样子开始的 那么它有利于这个混乱品种的澄清 保证中药正确的使用 这个就是行修本草的学术价值 那么主要就是这两点 那么行修本草呢 当时主要是写在石筹上的 现在呢 它的图经和彩图完全都亡失了 一点不知道它的内容 基本不知道 那么现在保留下来的是正文和目录 这个正文的目录呢 也是现代的人从古代的文献当中 把它集敷出来的 我们现在见到的主要是上智君先生 集的这个行修本草 那么古代的呢 这个和本草经集图一样 都只有些禅卷 在日本呢 有一些它当时在日本传过去了的一些手抄本 保留了一些 那么我们国内的一些禅卷呢 主要现在都在国外 比如说有的在法国的巴黎图书馆 有的在英国的皇家博物馆 有的在德国的普鲁士学院等等 像这个本草经集图和新修本草 国内这个传承的这个原貌的 这个留下来的这个文物不多了 都是集敷出来的 而且没有图 也没有图经 这是关于这个新修本草的问题 第四 这个宋经元时期 宋经元这两个时期呢 这个由于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那么我们把它合并在一起来介绍 那么在宋代呢 在宋代的早期 当时呢 由于这个经济的发展 这个科学技术的进步 科学的发展 经济的这个发展 再加上这个很多的 这个一些儒称的参与 这个因为受当时这个皇帝 赵匡印的影响 他本身就比较喜好这个医药 而且国家也成立了 这个这个医书的 这个专门校定的 这样的一个机构 再加上当时这个 这个雕板印刷术的发明 有利于这个大部头的书的 一些编辑出版 所以宋代呢 大部头的书籍呢 这个出现很多 那么在本草学方面呢 在这个宋代的初年 那么就有开宝本草 那么开宝本草 刚刚编好过后发现有些问题 又从家修定 所以又有开宝 从定本草 然后呢 有加油本草 然后和加油本草配套的 这个本草图经 或者叫图经本草 一个呢 偏重于相当于 行修本草的正文的部分 一部分呢 这个图经本草呢 就相当于药图和图经的内容 是相辅相成的 这四个本草呢 都是观修本草 开宝本草 开宝重定本草 加油本草和这个图经本草 都是观修本草 但是在宋代 最有影响 最有价值的 还不是这些 观修的本草 而是一个诗人的住宿 过人边的 今始正内 必及本草 简春就叫正内本草 就我们一般讲的 这个正内本草 因为它吸收了 宋代初年 那些观修本草 成功的经验 成功的经验 那么又补充了 很多新的内容 那么它又把 这个加油本草 和图经本草 分开地 把它和而一 和在一起 那么这个便于茶月 便于茶月 就有很多的好处 所以呢 它的影响呢 超过了宋代初年 这些观修本草 所以我们要求 大家了解的呢 在宋代 就是这个 今始正内 必及本草 简称正内本草 那么这个 成书的年代呢 那么 龙统就记一个宋代 宋代 它主要在北宋年间 那么它的左者呢 就是唐称威 唐称威 这个是一个四川人 有它编撰的 这个就是 这个本草 那么这个本草呢 它收在的 要的数量呢 在不同的文献上呢 说法也不一样 有的说1558种 有的说1744种 有的说1748种 这个是它的版本不同 因为正内本草成书以后 它过人没有能力出版 因为那个要 雕刻大量的 那个木板来印刷 它没有这个经济实力 所以后来有不同的版本 不同的版本呢 它得要的数量不一样 那么比较早的这个大观本草 大观年间出的这个 正内本草呢 就是1558种 可能这个呢 比较接近于左者 最初成书的数量 后来的这个1700多种呢 是有所增加 但是呢 都可以 我们知道 它是因为版本不同而 造成的这样的一种情况 那么这个 正内本草 它既有文字的 也有药图 每一个药下面 还有好几幅图 不同地方送来的图 这个图呢 主要是这个 本草图经里面 保留下来的居多 九百多幅图 都是那个保存下来 是很有研究价值 尤其对于药材的考证 都是很重要的 这个大家今后 这个正内本草呢 是一定要翻阅的 不管中医或者中药 从事这方面的研究 因为这是古代保存下来 原貌保存下来的 第一部本草 在这之前的本草 都是王世老的 都是后人 从文献里面集富的 这个正内本草呢 是原样保存到现在 影印本 就是当时的状况 所以是很难得的 很珍贵的 这个医药文献的资料 但是正内本草呢 在这个本草文献里面的体力 又是最为复杂的 所以要很好地查阅 这个正内本草呢 首先就要把前面 它的蓄力当中的体力 十七条 要好好的阅读 因为它为了减省文字 有很多它是用符号 来表示的 比如说我前面讲 这个本草经集注的时候 谈的 比如说神龙本草经的文字 它就是用的英文 那个印刷板的时候 把字刻掉 印出来的时候是白的 白的你就知道 那是神龙本草经的 那么如果是名医别录的 那么它是把周围的黑掉 把字保留下来 印出来的时候 像图章样的是黑的 是黑的 那么另外呢 比如说唐成为自己加的 就像一个那个 书名号的那种平的 那种所谓的黑盖子 凡是有黑盖子的内容 就是唐成为加的 他并没有说唐成为云 怎么怎么 他就是用那么一个符号 所谓的那种盖子 另外呢 前人 比如说新修本草的 家有本草的 开宝本草的 图经本草的 他有什么金案 金柱 这个新案 新柱 他用不同的 简单的两个字来表示 以前哪一个主要本草的内容 他是把这个 宋代以前的很多的本草 他都把它分解 保留在这个正类本草里面了 所以他的体力比较复杂 所以我们引用这个正类本草的时候呢 也是不能说 都是唐成为云 怎么怎么 而且要分出来这里面 哪些部分是归随的 那么引的时候 随缩的怎么怎么 那么引至唐成为的正类本草 这样子呢 才比较公正 比较客观 不能完全说是唐成为的东西 在正类本草里面 唐成为自己的 有黑盖子的东西 内容并不多 并不多 所以这个是使用这个正类本草呢 尤其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这个正类本草的 这个血树价值呢 主要也有两点 主要有两点 那么第一点呢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它的文献价值 那么也就是我们书上第七页 第三段的第三行后面 尤其口贵的是 唐氏转引了大批 白宋以前的方药资料 而这些原书其后大多以王师 全凭该书折卢而得以流传后世 故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 所以这个正类本草 最高的就是文献价值 那么李时珍对唐成威的评价 也在于此 说李时珍有这样几句话 使诸家本草 即国要单方 能够垂之千古 而不知能莫者 皆起工业 就是送以前的 大量的本草文献 包括很多的方济书 能够保存下来 能够流传到经 没有往死 全靠唐成威的 精神正类必及本草 我们前面讲的 成龙本草经 有很多基本 不管是谁的基本 古代的 现代的 国内的 国外的 基本上主要的资料 都来源于正类本草 这个是占主体的 在正类本草以外的资料 不多的 当然有一些 那么本草经集注 新修本草 当然还有 比如说图经本草 还有什么 我们现在能见到的 比如说什么 无樸本草 这些 基本上都是靠这本书 把它集服出来 还有一些方书 如果说没有唐成威的功劳 那么宋代以前的很多资料 我们就见不到了 所以这个 正类本草 对后世的最大的贡献 就是保留的文献 保留的文献 就是文献学方面的价值 那另外一个 学术价值就比较次要一点 就是我们书上 这个第三段的第二行 要后 复列单方 三千余首 在本草学当中 开创了 大量富方的先例 过去的这个本草书里面 全本书最多 有时候可能见得到 提到一个方啊 这样 这种大量的引方 首先开始与唐成威 因为中药的应用 主要是使用福方 所以很多中药的知识 是与福方联系在一起的 我们现在的中药学 要讲某一个药 有什么样的特征 临床上怎么应用 都要说什么方 它怎么怎么用的 都要用方来印证 这是我们研究中药的 一个重要的方法 那么在这个正类本草当中呢 就已经复理了三千多个方计 开了这样一个良好的开端 这是它的两个这个学术价值 这是关于正类本草 第五 这个明朝时期 就是在明代 那么明代呢 本草学很多 可能有两三百种 当然最有价值的 那么是本草纲目 所以这个本草纲目呢 因为大家 这个同学们非常熟悉 也不过多的介绍 那么我们这个简单的要求呢 第一 这个本草纲目的成熟年代 是明代 那么这个左者呢 李世珍 这个不讲 大家都应该知道 如果说考试这个本草纲目的左者 出错误 那当然就不可原谅了 这是不可原谅的一个错误 那这个 本草纲目的这个规模呢 那么它在的要呢 是一千八百九十二种 一千八百九十二种 那么它这个分了 这个六四类 主要是按照自然熟性的分类 当然这个自然熟性的分类呢 就比这个桃红锦的分类呢 就先进了很多 先进了很多 所以这个 本草纲目 不管从它的规模 它的体力 都把这个本草学呢 发展到了一个 新的高峰 新的高峰 这个呢 在很多的这个地方都有介绍 那么我们这个书上呢 要求大家简单地掌握两点 对于本草纲目的这个 学术价值 那么第一点呢 就是 在这个第八页 的第二行 这本草纲目呢 就是该书 进我国十六世纪之前 要学成就之大成 这个本草纲目呢 把古代的八百多种文献 经过了整理 而且民间这个去收集 加上自己李时珍本人的实践 那么花费了他鼻声的精力 整个写书的时间 用了二十七年的时间 以后还修改完善 所以不管他的这个 规模之大 内容之广 体力之心 见地之高 都是光前欲后的 光前欲后的 那么都是以前没有办法 来相比 对我们今天呢 都有很好的这个 这个启示 所以他主要就是 开阔了我国十六世以前的 这个要学的成绩 基本上都可以在 本草纲目里面反映出来 这是他的一个成就 第二个成就就是 下面谈到的是 最后一句 这一段的 第八页最后一 这第一段最后一句 必国外的学者 誉为十六世纪 中国的百科全书 据说这一句话是达尔文讲的 本草纲目是 十六世纪中国的 北科全书 因为李时珍呢 他从编这个 本草纲目开始 他定的基点 就不完全离居于 本草著作 他说虚命遗书 实该误理 他就是把它 作为一个北科全书 很多知识 都把它收 挪在里面了 所以他的成就 不仅仅是对医药方面的 医学的 医学的 而且在其他的自然科学 在语言文字 这些方面呢 都有很高的造诣 都有突出的贡献 这方面的例子呢 要举是举不胜举 我举一些 这个小小的一些例子 比如说这个李时珍 这个本草纲目 他这个分类的排列 那么他 他就提到了 这个 由为自聚 由见自贵 那么就体现了一个 发展进化 这么一个观点 那么据说这个 对达尔文的 这个进化论呢 这些都提供了一定的帮助 所以达尔文才评价 《本草纲目》呢 是个百科全书 那么李时珍 他这个自然俗心的分类 自然俗心的分类 分类的时候 他把很多 现在看来 同科数的药 放在一起 你说把船胸 当归 白子 蛇床子 这些药 为什么放在一起呢 李时珍说 他的花是舌床子 花 抢舌床子的花 那么现在就是 散型科的 那个散型花絮 另外呢 比如说这个 干絮 大吉 熟水籽 这些放在一起 为什么放在一起呢 李时珍讲 他的茎叶 有白子 把他的茎叶 用紫茄 把它折断的时候呢 有白的液体 流出来 而且这些植物呢 结的果实 一个果实里面 有三枚种子 一果里面三子 三子 这个也是 大吉科的典型特征 现在植物分类学上 都要要求的 他把它放在一起 那么这个 也跟植物分类学的 这些也有一定的联系 那么从比如说 这个文字训谷的 这方面 今后我们在 这个绿水圣诗药当中 比如说要讲一个药 叫做思维 伟大的伟 不要人字旁的 思维的维 维 我们现在的很多 中医中药书 这个维 都加了一个草字头 加了草字头 是一个错别字 化水添酒 化水添酒 那么李时珍在 本草纲目里面 他就有一个诗名 来解释为什么 就是说这种石维 这种绝类植物呢 它延伸石上 它最喜欢长在 这个野外的石头上面 那森林里面 其野如围 它的叶片呢 像围一样 什么是围 那么就是经过了 加工的皮给 所以就是生给 俗为 没有加工的 就称为给 加了工的叫为 我刚才讲了个 车字 中间的一魂 那么就是一个 为 就是加工了的皮给 把它穿起来 所以有一个成语 叫为边三绝 就形容 古人读书很用功 反反复复的都读了书 用了书是用 写在这个木简 或者竹简上 中间 有一个牛皮筋 把它拴上 那个都反复地磨断了 为边三绝 反复地多次都磨断了 那就是为 加了工的皮给 那么这个石维呢 李时珍短短的几个字 八个字 一个描述了 他的生态环境 他喜欢长在这个 阴暗潮湿的 森林的石头上 这个植物的叶片呢 比较柔韧 好像那个加了工的皮给 我们穿的那个皮衣一样的 那种感觉 那么我们现在在植物学里面 要描述 实为这一类的叶片的时候呢 叫成格子 成格子 都用这样的术语来描述 所以我们那个 坚忍不拔的这个成语 那个忍字 那么一个呢 就是为字旁加一个忍字 再一个就是格字旁加个忍字 这个是一体字 同音同意的 共用的 这两个字 那么都说为和给 他的这种关系 那么这个石维的命名呢 他就是抓住了这个 植片的质地的特征 所以称为石维 那么加了草字头呢 就是芦苇的维了 芦苇的维呢 古人分得很细 芦苇在三个不同的生长阶段 在芦苇的笋的阶段 叶片还没有长出来的时候 竹笋的时候呢 就叫肩甲 石经里面的肩甲苍苍 白雾为霜 那就是芦苇嫩的时候 那么芦苇 叶片长出来了 没有开花 就称为芦 开了花以后 就叫尾 就有草字头的这个尾 尾者尾也 就大也 长大了 所以有了说芦苇 那么这个呢 和石维的维不是一个字 但是这种 这个字的迅古 那本草岗姆写得清清楚楚的 而且非常研究 非常准确 非常有研究 但是我们现在李时珍 以后这么多年了 现在我们很多医生写字 包括教科书 这个维字写错的人不少 不少 那么如果认人的专念呢 这个本草岗姆 有非常丰富的 这方面的内容 另外补充说明一点 就是关于本草岗姆 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一些应当注意的 第一个要注意 本草岗姆的版本 那么本草岗姆的 最先出版呢 是在1596年 就李时珍刚过世的时候 当时要坎坎快成的时候 李时珍胡执尽数 去世了 没有完全看到他 这个坎坎发行 1593年 那么这个称为精灵版 1603年呢 再一次坎坎出版 那么在江西 那么叫做江西版 那么江西版和这个精灵版呢 只有一点区别 就是在精灵版呢 没有他的儿子 李建元的 这个进本草岗姆书 那么在这个江西版呢 就加了李建元的 进本草岗姆书 就只有这一点区别 那么这两个版本呢 都反映了本草岗姆的原貌 精灵版呢 最早 但是现在城市的不多 据说只有四五部 四到五部 那么包括在国外的 在国内大概只有三到四部 有的还不很完整 那么这个比较常见一点呢 是江西版 尤其在七十年代 七零年代 上个世纪七零年代 有北京大学的 刘恒如先生 教典的本草岗姆 那就是以江西版为栏 笛本进行教典的 所以我们今后要用呢 那个就是比较好的一个版本 又经过了近人的这个教典 又是用的是江西版 那么后来呢 有这个前世版和核飞张少堂的张世版 那么这个前世版呢 把本草岗姆的图 改绘了几百幅 好像是五百多幅吧 后来的张少堂的核飞版呢 又把吴奇迅的这个植物名史图 绘的很精美的一些药图 又把它移植到本草岗姆里面 看了那个图很好看 但是年中的失真 因为本草岗姆的图呢 是李失真的另一个儿子 李建木绘的 李建木呢 不是专门的绘画的人 可能绘画的技术呢 不是很好 所以看来呢 不是很美观 但是呢 他是李失真认可了的 本人认可的的 所以后来改绘了的 那就是年中失真了 年中失真了 比如说我们现在使用品种比较混乱的 这个威宁仙吧 在李失真的那个金陵版或江西版 那么都是一个须根状的 叶式能生的一个小草本 据现代的植物学家讲 应该是悬生棍 婆婆拿鼠的一种小的草本植物 但是到了这个和肥版的时候 张扫堂就把植物明实图考里面 毛梗窟的一种植物 把它移植到了这个威宁仙的下面 所以我们现在用的威宁仙 就是这个毛梗窟的植物 所以现在的威宁仙 是不是威 是不是灵 是不是仙 不见得了 临床医生都有体会 可能与品种会有一定的关系 像这类的问题呢 我们要注意 就是说注意这个本草纲母 著名它的版本 第二一点呢 这个本草纲母 凡是引用前人的资料 如果说有文献的 能够查到一定用原著 不要通过本草纲母来转引 比如说本草纲母 引神龙本草精 引新修本草 或者引其他什么人的 因为李时珍 在编本草纲母的时候 他经过了再加工 他把有的相 类似的内容 把它揉合在一起 比如说有的文献上 八九十个字的内容 他可以把它压缩到了 一二十个字 那么就不是真正的原文了 就不能说原文 你可以说引字 本草纲母什么什么地方都可以 本草纲母又是引拿地方的 因为本草纲母 尽管李时珍花了鼻声的精力 毕竟是过人 那么有潜力一时的地方 加上一些资料有限 有的人也有主观的改动 比如说在本草纲母里面 有一味药 是一个安神的药 本来下面有一个组字 是棉中除汗 就是如睡了以后 倒汗的意思 棉中除汗 棉中除汗 那么最后因为过去的那种书 那种可能是木刻版 有的笔画 印不线 汉字的那个杆的上面 一魂就没有了 那么就是棉中除枝 那么这个李时珍呢 白诗不得其解 最后干脆把免字改为眼字 眼中除汗 好像就是眼泪 眼流泪 见风流泪 实际上这个就是和原来的本意 就相去甚远了 像这类的例子 可能在本草纲母上能举出 还是比较多的 那一定要查对原文 毕竟有这个千律一时的地方 这是关于本草纲目 第六呢 就是这个清朝时期 清朝时期 整个清代 这个两百多年 近三百年的时间呢 严格讲没有出过一部 真正的大部头的 综合性的本草 这个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 在这个清朝的中前期 那么这个经济啊 国方面还是比较发展的 这个有名的这个康前盛世 康前盛世 那么要编撰一个 大部头的这个 中火性的本草 以他编撰世故全书的这个实力来看 或者搞一中经见这个实力来看呢 应该是没有问题 但是在清代的中前期呢 没有这个必要 也没有这个可能 因为本草纲母 刚刚问世 本草纲母 那么这个 十七世纪初 才开始堪坎发行 那么到清王朝的建立 就是什么 这个二三十年的时间 所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本草纲母的传播 普及 需要相当的一个时间过程 在这样短的时间里面 本草纲母还没有 来得及普及和传播 如果在清代的中前期 要超过本草纲母的规模和水平 几乎是不可能 没有那个必要性 所以在中前期呢 始终没有形成一个 大部头的这个 本草专注 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这是我在写中华本草 本草史的时候 我对清代本草下的一个结论 中前期为什么 它应该处 为什么没有处 我分析了这个历史原因 那么在清朝 中前期 本草书很多 是什么呢 很多都是在于 这个传播 本草纲母的学术思想 叫做本草纲母的后续著作 有的就是把本草纲母里面的 某一个问题 把它收集起来 比如说这个 把本草纲母的副方收集起来 就叫本草万方针线 把本草纲母的实名的部分 收集起来 那么就叫做本草失明 有的就把本草纲母的某一个部分 比如说本草纲母最有学术价值的 就是它的这个政务和发挥 政务和发挥这两个部分 那么有的把这些收集起来 加上自己的观点 在清代前期的很多本草 本草会 什么这个本草动权 什么本草求征 这个本草备药 本草重新等等 这样几十步 都是属本草纲母的后续著作 这占了清代中前期很高的比例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受这个考据的影响 那么清代呢 形成了很多这个类似于这个神龙本草经 疾伏的 包括神龙本草经 一些学术思想的发挥的 比如说神龙本草经读 神龙本草经 北种路 这个这一类的本草重源等等 这一类就是发挥这个经典的 发挥神龙本草经的 另外呢 清代初年 由于人口的增多 从业人员的增加 需要大量的启蒙的读物 所以这个变读类的 国魁类的本草书在清朝 有一百多两百种 这个就是一些中医药的 从业人员的启蒙书 也非常多 这个在中前期 所以就没有出现 这个大不头的 到了这个后期 急需有大不头的 中医药有很大的发展 本草学 有了很多需要充施的内容 但是清政府已经无能为力 已经顾不上了 所以清代没有一个官休本草 在民间也没有出现大新的 是有深刻的历史原因 所以相对来讲 那么一个中火性本草 就是本草纲目十亿 真正本草纲目十亿 其实是一个薄薄的一个小本 就是那么三十十万字 三十十万字 而且那个体力也不是很规范 翻语不是很方便的 比较杂乱的 但是这个在对清代的 中火性本草来说 不得不谈到 所以谈到清代有代表性的书 就是本草纲目十亿 大家要注意 本草纲目十亿 我们前面在唐代 有个本草十亿 这两本书不同 本草十亿是对新修本草进行征补 本草纲目十亿 是对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进行征补 这个不能汇为一谈的 那么它的左者 就是清代的赵薛敏 赵薛敏书上有 那么这个书的最大的学术价值呢 就通它的书名就知道 对本草纲目 做了重要的病症和补充 前面我谈了 本草纲目虽然 把本草学发展到了一个很高的高峰 但是千律一时呢 也有一些食物的地方 比如说在本草纲目里面 认为千丹是没有读的 马前子是没有读的 实际上千丹马前子都是读性很大的药 那么这个本草纲目实义呢 就给它做了纠正 比如说千丹 那么赵薛敏呢 就说千丹有读 中读的表现是怎么解救 还写得比较详细 像这样子 对本草纲目进行征补 和定证的 在这个本草纲目实义里面呢 有好像有三四多条 这都是一些很珍贵的资料 另外清代兰出现了一大批 这个过去没有收债的草药 没有收债的草药 那么在本草纲目实义里面 都增加进去了 那么这些草药呢 在临床上 你像这个现在用的 自胆 胆结石的这个金钱草 那么就是这个本草纲目实义 增加的 这些都是比较重要 所以重要的本草呢 那么就是前面这个六种 六种是古代的 那么这个近代的呢 我们书上还有民国时期 和中华人民共国国成立 以后 这个原则上同学们自己看 因为这些内容呢 大家都比较熟了 一看就能懂 那么在民国时期呢 一个是中药的现代研究 开始起步 从这个上个世纪的二十年代 开始对一些药物 进行药理学的研究 然后化学成分的研究 那么一直到现在 延续下来 这个也是我们现在 中药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内容 开始了现代研究 另外呢 这个中药呢 这个正规的教材 在民国时候开始出现 比较规范的 那么为我们现在的教材呢 也提供了一些范例 这些呢 相对都次要一些 比较重要的呢 在民国时期就出现了 中药的大型的词典 中国药学大词典 就是陈成仁先生 主编的 1935年出版的 内容非常丰富 但是里面的错误的地方 也不少 这个是在民国时期呢 很有名的一个中药的著作 现在呢 也可以参考 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 这个中药 中药学方面 尤其中药专注 那么就太多了 几千种 几千种 那么我们 需要了解的呢 一个是要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要点 那么这个是国家的法典 所以今后 不管是从事临床 那么些处方的时候 凡是要点有的 那么必须以要点的名称 作为证明 必须遵守 因为它具有法庐的阅数力 比如说 中药过去有一个药 叫赤基梨 那么梨来都叫赤基梨 作为证明 现在要点把赤字拴掉了 所以我们这个教材呢 也相应的改变 好像这个教材呢 还没有来得及 也证明也应该叫几礼 过去的百豆蔻 现在要点叫豆蔻 那么百字 今后一些处方的也不要 不管它这个改 是不是有道理 但是作为一个国家的法典 一旦定下来 我们要征兆执行 那么不同意 你可以提意见 如果要点 委员会觉得 那个白豆蔻 白字不应该去掉 它加上去 加上进入你 以后又改过来 但是要尊重这个 法典的权威性 那么我们在使用证明的时候 就不能随心所欲的 随便使用的 其他一些名称 那么这个 我们进行一些科学研究 那么就要用药点 里面的收在的一些品种 尤其是一些证品 这样子呢 最后才能够得到承认 如果不是这个 国家标准 或者地方标准 那么你还要证明它是一个药 要证明它的安全性 有效性 所以你要花很多的人力物力 那么最后才能够达到相同的 这个研究的效果 所以对于这个药点 要注意 证据 不管中医中药呢 那么大型的参考书呢 一个是70年代又 这个江苏新医学院编的 这个中药大词典 那么它收集了很多 这个中药的文献资料 把它汇集在一起 那么对于这前二三十年 这个中药学的这些研究呢 提供了很多的方便 在这个基础上呢 近年又出版了这个中华本草 那么中华本草呢 在中药大词典的基础上呢 加了这个总论部分的内容 比如说一些基本理论 这个中药大词典里面没有 中药大词典是5757总药 那么这个中华本草呢 就是8000多总药 内容更加丰富 那么对于我们这个 查阅一些中药的资料呢 提供了很多的方便 在主要的著作呢 就是这样一些内容 另外对于这个 在发展过程当中呢 有些重要的一些历史事实 也可以给予一些关注 比如说这个魏晋南北朝时期 我们这个第五爷的最后 倒数第二行这个桃子论 这是在中药学里面 第一次出现的一个分支学科 就开始分化了中药学 从大中药学开始有二级学科 那么就是这个 隋唐时期的这个本草十一 我刚才讲不要和本草港姆十一混淆 另外呢这里面提出了 这个把药物呢分成史类 就是后来的史记 但是我们过去有的资料上呢 这个史记呢 说是出于徐之财 这是李时珍本草港姆超成的一个错误 那么后来原用了 其实呢提出实记 是这个成长期 后来呢是宋徽中造极 再把实类呢改为实记 这个呢是经过考证了的 所以今后看到这个实记的出处 应该是唐代的成长期 而不是南北草时候的这个徐之财 像这一类的这个本草事实 比较重要的呢 大家可以做一些常识性的了解 所以这个第一章呢 我们就介绍这样的一些内容 就没有了